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量继续萎 来看一下 今天的量只剩下3489亿 再创这几个月来的新低量 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上回说过了 最大量是这一天 7700多亿 也就这一天 台北股市高达1463点的正幅 有没有 那时候冒出了7000多亿 再来这个地方都是6000多亿 6500 6500上下 现在变成3500 关键在哪里 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当冲非常非常的风行 有没有 航海王钢铁人 然后到最后怎么样 这些当冲的人都不完了 钱都退出了 两三千亿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到量 就维持在4000亿之下 然后今天又创了新低量 3489亿 好关键就来了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货柜山雄 老师这些航海王什么时候风云再起 到底跌够了没有 为什么 有很多人说 你看啊 从我提醒你 要避开他的ABC的下沙 最近很多同学在问 那这个ABC跌够了吗 等一下我仔细告诉你 好 再来 面板王 天啊 半年报这么好的友达群创 为什么不涨 买点到了没有 我今天会很仔细 因为太多人在问 货柜山雄 长龙良民望海 太多人在问 友达群壮产经该怎么做 当然现在也会有一堆老师怎么样 在这边高档带你买的人 一定会这里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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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这个地方也是一直买 告诉你区间操作 区间操作 到底值不值得 好 各位我们来看 那上围的观点在哪里 仔细看喔 现阶段 现阶段 我帮你准备了88节的贺礼 好买点 明天浮现 要买要快 来 为什么当初 我一直告诉各位 6月中旬 我一直告诉各位 航运钢铁不要碰 因为它在这里 第五波的末段 随时会有ABC的下杀 全部命中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说我会带你买 走主身段的电子股 因为它正在走主身段 主身段一定会大于出身段 所以整个车用电子 IC设计 D-ray模组 全部标了这一段给你看 重点是要会买 还要会卖 所以呢 我为什么还透过形态 算给你看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答案 大盘也是 7月28号跌到16893 我说你不要看什么均线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 杀到16893这一天 各位 这一天什么日子 这一天 这一天 杀到16893这一天 我告诉各位 什么线都破 连季线也破 你就砍在最低点 就弹700多点 对不对 你如果砍在那里 就被弹了700多点 所以你要会算 波浪理论搭配黄金分割率 再搭配形态 你就算得出来啦 所以你看 我当时告诉你什么 不要看线 你看线被骗了 看跌幅够了没 跌够了 跌了39.7% 这一个波段涨了2875点 跌掉了1141点 这一天 跌了39.7% 够了 RS还打到16.18 超卖了 K低值各位 K来到14.31 D24.18 这也是超卖了 可以买了 所以会强弹 一弹弹了700多点 就这一段 一弹就弹了700多点 然后来弹了700多点 又慢慢压回对不对 你说老师今天为什么拉尾盘 今天为什么拉尾盘 全值股骂 看到没 台积电拉4块 所以这个盘现在呢 不用看大盘了 现在大盘就是在季线跟月线 如果我打给你看你就懂了 打个月线跟打个季线 现在盘就落在这个中间 趋电震荡 趋电震荡 好把线删掉 因为要破除你的迷思 所以呢 看个股 它的位阶 它的形态 它叠够了没有 接下来该怎么走 好各位注意看 所以为什么台半 我当时要算给你看 我说 整个车用电子狂飙这一段 你要会算 你才不会犯摊追到最高点 算出来大约或落在105这个价格 所以我看到105呢 我就把它获利出清 好关键来了 台半冲到105 如果你不卖 因为冲到105的时候 你看任何均线 它全部是站上均线之上 它是海阔天空 万里无云 因为创历史新高 没有压力 完蛋了 你不会算 完蛋了 从105又跌回来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两维 我说 这一天冲到84.7 涨停板 我说够了 见好就收了 再上去给别人赚 你说老师真的吗 这一天冲到84.7 涨停板 我告诉你 也是万里无云 站上所有均线 对不对 你不卖 你看剩多少 自己看 天哪 从84.7打到5.75 你会不会封掉 是不是很重要 你就不会追高杀低 人家冲高的时候 如果你不会算 那你就什么 从赚钱又看到跌回来 没错吧 甚至还有人去追高 那怎么办 因为站上所有均线 万里无云 没错吧 好 再来 预创也是 我算到49 我就觉得够了 不要贪心 给别人赚 有没有 结果有更高 来到5.37 我也是告诉你 没关系 给别人赚 希望这里 你不是跳下去追的人 这里你是卖的人 如果不卖 今天剩46.75 为什么我觉得够了 因为涨幅也够了 我觉得我赚这样就够了 好 来 那什么东西还不够 注意看 来 既然我再跟你讲 长龙走ABC 我要你避开 现在问你了 ABC跌够了吗 来 注意看 A波跌了84.5 C波跌了72.5 够吗 当然不够 C波是什么 各位 C波叫主跌段 主跌段通常是 A波的1.382倍到1.5倍之间 这个就好比说主跌段 反过来看主跌段第三波是 出跌段第一段的1.382倍到1.5倍 凶一点是1.618倍 是吧 那反过来看 这个C波的主跌 会是A波的1.382倍到1.5倍之间 你现在会有个迷思 请问各位 货柜三雄基本面好不好 好 EPS高 现在本一笔低于低 好吧 那给他1.382倍嘛 好不好 不用到1.5倍 给他1.382倍 如果给他1.382倍 要跌116块 请问各位 现在跌72块半够吗 你们说老师 可是跌在这里 他就直稳在这里了 为什么会直稳在这里 一堆头顾老师 带你去抢短线啊 告诉你区间操作 区间操作 我才不带你去抢这个短线 为什么 因为等你们又在这边玩的时候 他会突然砰再破一次底 那个底才是 再破一次这个低点 砰这才是买点 我不是在吓各位哦 我不是在吓各位哦 这个C波比A波跌得还少 这边是在持续在让你干嘛 又你做多呢 你会吸引下去 突然一根长黑 或突然一个跳空下跌的时候 会灌破这个低点 你会被洗掉 等你被洗掉的时候 我就准备要出手了 好 注意看 那看筹码呢 很多人说这一波 他已经跌掉了五成了 对不对 对 你从高点来算 长龙跌掉了五成 可是融资才减19.87% 融资减肥幅度不够 好 再看法人筹码 7月份卖了22万张 8月份到目前为止 也才小买98张 所以各位 买盘的力道还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上尾还是要告诉各位同学 老同学 新同学 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长龙 如果没有的人 请你不要受别的影响 想说现在赶快去抢个短线 实际未到 真正能抢短线是他再跌破 116.5的那一瞬间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来抢短线 现在不要去抢没有漏 懂吧 真的可以抢 我会第一个跳出来带你去做 我既然可以带你避开这ABC的下杀 我就可以告诉你说还没跌够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一直在问 哎呀老师什么时候可以买长龙 我说不行不行 我今天就仔细算给你看 他有破这个点再说吧 好 这是长龙 来 再来 很多人更关心扬明 为什么 哦 老师 扬明的C坡 有跌的比A坡还多哦 看到没 哦 他A坡跌了75块半 C坡跌了86块半 不错哦 不错哦 他至少C坡跌比A坡多哦 现在扬明是不是分盘交易 来看一下扬明现在是分盘交易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等 如果1.38倍要跌104块 请问各位他跌86块半够不够 好像还不够哦 所以最好的买点也是一样 再破110的时候 好不好 再破110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害怕的时候 才是好买点 现在你在这边抢 没吧 好 龙之减了15.57%不够 法人7月份卖18万张 8月份还在卖6862张 这是统计到上个礼拜五 今天的法人买卖超农资券我还没看 所以各位阳明呢 至少他的C坡跌比A坡多哦 但是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万海哦 每一档我都跟他仔细跟你讲一下 万海 万海的A坡跌了117块半 C坡跌了106够吗 不够 龙之减了19.20%够不够 不够 可是各位来注意看哦 7月份法人卖超 比较少了哦 21000多张 8月份到8月6号为止 开始转回买超了 所以你会发觉到 看起来阳明 旺海 长龙 旺海是比较抗跌 跌幅最少 对不对 再来是阳明 长龙跌最多 那以这三档来看 C坡有跌超过 A坡的只有阳明 但是我认为不够 所以在这边我要奉献 所有的投资朋友 你有长龙 阳明 旺海的 在未来这个礼拜 任何反弹撤撤撤 等下一次可以出手的时候 跟着我来 我说过了 他如果再破 再破这个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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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害怕 再破这个低点 我就准备要出手了 那在这段时间怎么办 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请你先来赚这一档 请你先来赚这一档 各位 期杆长度有54块2 很多人已经猜出来了 但是你不要乱买 好买点在明天 好买点是在明天 所以呢 来 八八节赫理我说过了 八八节过完了对不对 今天礼拜一 今天大盘没有涨 今天大盘没有涨 最多还跌176点 很棒 这个阶段我跟你讲了 长龙阳明望海 还不到买点 所以你有长龙阳明望海的先测 不要再听其他投股老师 一直跳下去追摊平 怎么踩均架 或者是做价差 没有空间 真正能够让你买长龙阳明望海 然后可以赚到短线大利润的 是他在破底的时候 什么意思 各位 我说过了 望海再破198 长龙再破116.5 阳明再破110 各位那个时候我就会准备 开始要大减长龙阳明望海 现在不买 现在还不能买 懂吧 现在还不能买 现在先赚这一档 所以你有长龙阳明望海呢 赶快 这个礼拜任何反弹抽出来 买它 因为它才100多块 期杆长度有50几块 先赚它 它赚完了 回头 长龙阳明望海有破底 有破前低的时候 你又可以资金来大减便宜货 然后让三大法人帮你抬交 如果你也认同上尾这种操作的做法 我希望你把握 私房标股达正班 抢前五名 上尾亲自 帮你做规划 然后亲口告诉你这一档 怎么买 先赚这一档 等到长龙阳明望海买点到了 我又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利用中档休息时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2021牛转乾坤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助您发大财 0800370888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好那这个阶段 我们一样持续回答很多同学在问 上个阶段呢 先把货柜三穹长龙阳明望海啊 太多人关心 讲一遍告诉你 如果是空手的人 你不要急着现在去买长龙阳明望海 懂吗 已经持有的人 这个礼拜有任何反弹 先撤先撤 因为我已经算给你看了 稀坡的主跌的话还跌不够 你先来赚 888的贺利 等到长龙阳明望海跌够了 买点到了 你才有资金再来抢它 那个时候市场上 又一堆人停损的时候 又灌破前低的时候 你又可以狂减钻石 懂吧 这是操作的策略 你的资金运用 好 这个阶段来谈谈 面板 哇老师面板好到不行 基本面好到不行 为什么不涨 来看这里 这是友达 友达从35块半跌到19块7 谈到268 为什么7月份他还破底 他不是赚很多吗 不是上半年就赚很多了吗 现在算起来本益比又是个位数了 关键在筹码看到没 你注意看 杀到19块7 从35块半杀到19块7的时候 融资余合是 各位看清楚没有 212,999 然后开始 融资暴增到349,524 融资增加了64.09% 这就是我在讲的 不要只看基本面 我知道长龙阳明问海 现在很多人用基本面安慰你 基本面好到不行 我知道 但是拍谁 筹码面太乱了 再来法人不爱 5月份 法人卖了37万张 6月份卖了31万张 8月份卖了18万张 7月份卖了18万张 8月份还在卖 8月份到8月6号 又卖了57,575张 融资创历史新高 这就是原因 你要问我说 那友达下一次买点在哪里 在跌破19.05的时候 才是买点 就像 就像 他从19.7弹到268 破到19.05 是不是跌破19.7 他才有个反弹到23.45 同样的 下一次再破19.05 你才能够抢短线 你才能够抢短线 现在不行 现在有任何的反弹先撤 这样懂吧 先撤 先去赚88节的克力 好不好 然后再来 这是友达 好 我们再来讲 群创 群创 来 注意看群创 群创从32.5跌到18.85 谈到25.05 为什么 又破一次底 来到17.85 跟友达一模一样 融资创历史新高 融资增幅51.81% 你再看看法人都不爱 5月份卖了50万张 6月份卖了49万张 7月份卖了21万张 8月份到现在 到8月6号上个礼拜五 卖了158,623张 所以你要问我说群创 手上有友达群创干嘛 先卖再说 先卖再说 任何反弹卖卖卖 下一次什么时候买回来 破这个低点才买回来 破这个低点才买回来 就像我上个阶段告诉你 长龙阳明旺海一样 破前面那个低点 你才买回来 现在不要弯它 现在先去玩八八节的鹤里 期干的长度有54块 股价才100多块 你买得起 你随便一张长龙阳明旺海 都可以换它够糟 可以同步换股 先赚它 回头长龙阳明旺海破前低 我准备买回来的时候 你才有钱可以买回来 现在不要去抢它的短线 没有空间 没有空间 好再看一下 面板三五的彩金 唯独没有破这个低点 叫做彩金 为什么 你看懂了吗 人家它的融资是往下减 有没有看到融资是在往下减 友达群状的融资是在创历史高 它融资是往下减 然后你看五月份 法人卖15万张 六月份卖6万8千张 七月份卖5万3千张 越卖越少 八月份 到上个礼拜我买了4万张回来了 所以你说 现阶段你一定要抢面板的短线 买彩金 懂吧 友达群状彩金 你就要选彩金 你说老师不行 我现在就想买航海王 对不对 长龙阳明万海 那到底可以买谁 那买阳明 为什么 因为唯有阳明的西坡阻跌段 是大于A坡的 其他的西坡阻跌段 连A坡都不够 懂吧 至少阳明它的西坡阻跌段 是有大于A坡的 然后友达群状彩金 唯一龙之减 法人开始翻多的是彩金 友达群状还在创历史高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哦 各位 基本面不会变 长龙阳明万海 基本面好 大家都知道 友达群状彩金 基本面好 大家也知道 可是会变的叫做筹码 还有法人买卖的心态 所以你看到什么 彩金 法人回头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友达群状彩金 融资一直创历史高 法人一直卖啊 所以你不要碰友达群状 这面板三五 谁筹码比较好一点 彩金 好 货柜三雄 谁稀坡主蝶段有大于A坡 是杨明 这样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吧 可是上回还是要奉劝各位 如果你现在是空手者 你如果现在是空手者 我都不建议你去抢 货柜三雄的短线价差 我也不建议你去抢面板 珊瑚的短线价差 为什么 空间不多 那你为什么不来赚这个 赚这个期杆长度 赚这个不是很好吗 尤其是最近大盘没有涨 有拉回的时候 可以布局啊 你要感谢重挫可以狂减钻石啊 今天他也没涨他也跌啊 他也跌啊 跌得好啊 因为你买股票不是买今天啊 你买股票是买未来会涨多少 未来会涨期杆长度啊 对不对 而且各位 100多块的股价 你可以赚他50块以上的期杆长度 那个才叫做空间啊 你要如果硬要去抢航运股 货柜三雄 硬要去抢面板珊瑚 那个range好少啊 不大 所以太多同学在面 在问我长龙阳明瓦海 在问我友达群壮彩金 可不可以买 如果要买要买谁 我告诉各位 如果真的货柜三雄 你就一定要买货柜三雄 那阳明 面板珊瑚你就一定要买 那注意彩金 那如果你听上回的话 你是空手者 都不要买实际未到 实际未到 尤其是货柜三雄实际未到 先赚他 先来买他 赚到他之后 你回头再来捡货柜三雄 你回头再来注意面板 绰绰有余 你不会浪费时间啊 先赚88捷赫礼 回头再做航海王 这样不是很好吗 然后听上回的指示 可以买的时候 我一定带你进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六月中下旬 我告诉各位不要碰航海王 不要碰钢铁了 现在我还是告诉你 尤达群创你还是不要碰 没吧 什么时候可以买 听我指令好不好 先来赚他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速度快一点 我说过抢到前五名 我亲自帮你做资金规划 把握私房标股达政班 不管是老同学新同学 各位这种股票 都会让你赚很大 为什么 一百多块的股价 可以赚五十几块的旗杆长度 请你把握打电话速度 抢到前五名 恭喜你 上回亲自来帮你做规划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好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